大家好 现在进入8月份也到了秋石湖的花期 像我这些秋石湖现在都已经创花剑了 但是如果你的秋石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风化花芽创花剑 那么怎么办呢 今天就大家三招让你的秋石湖能够全程创花剑 能够顺利的开花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要真实零甲肥 相信很多花友也知道 那么零甲肥的话 我们直接用零刷新甲稀释1000倍 给它7天喷湿一次 可以喷叶也可以灌根 但是喷叶的话呢可能它的叶面吸收效果会比较好 充足的零元素是有利于它促进花芽分化 可以让它从营养生长转为生殖生长 让它能够长花剑开花 如果零元素不足 虽然它也有可能会开花 但是它的开花质量会比较差 而且它开花量又比较少 第二招呢就是适当的真光 不管是什么植物在光照相对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呢 它更容易进行花芽分化 因为阴长叶养长花这是养植物的一个定律 所以呢适当的增加光照呢 是有利于它进行花芽分化的 第三招就是控水 控水的话呢主要是减少盆土里面的水分 让植株呢它会有一个危机感 让它能够从营养生长转为生殖生长 也可以抑制它长叶 让它能够顺利的抽花剑开花 但是控水我们也不能够控的太狠 盆土干透了 再来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基本上用上这三招 你的秋实乎呢就能够顺利的长出花剑开花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